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欢迎收听 姚宁刚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 你问我答 大家可能对退休的情况 是比较关心一点 今天呢 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 来问的这个退休金方面的问题 那这主要跟社安局有关 那因为我们是做税务的 那个社安局的 关于福利的那个 怎么领取呢 我们并不是我这个专业 但是呢 根据我自己知道的情况呢 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位朋友的问题是 他说我去年回中国去办了退休了 那么我等到67岁退休的时候呢 我会需要把我在中国的退休金 要告诉社安局 这样的话呢 会不会影响我在中国 在美国拿退休金 会不会影响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 正常情况下呢 它是会有影响的 影响呢 不同的情况 根据你在这边 交退休金的 就是Social Security Tax的时间 这边的长度有关 这个呢 其实也不仅是对外国 是这样 它在美国这边 如果你说为政府工作 比如联邦政府工作 那么你会有联邦的pension 它也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是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它会把你外国的 或者在美国政府的 那个给你的pension呢 就是说有一半的那个数字呢 从这里头要减掉 比如说它给你的 是一千美金的这个pension 那么你在领社安金的时候 要从你的社安金的去掉 五百块 大概这样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是个基本准则 具体呢要看年份 我们说这样在二十到三十年的 一个不同 超过三十年的社安 那个税理交过了 基本上它不会来扣你这个 但是二十到三十呢 逐年逐年的那个变化 那么到二十以下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扣百分之五十 这样子 这个是基本的情况 第二个朋友的这个问题是 他说是 如果退休金临去以后 我仍然在工作的话 我的将来的生安金 会不会继续增加 这个呢 它是基本原则是按照 您一倍交的三十五年的税 然后呢 看哪一个 哪几年最高的 就是最高的三十五年 一辈子你可能做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 那么最高的三十五年 来计算你的平均的那个收入 然后来给你 所以呢 他每年就会重新计算一下 如果你继续工作的话 那么会考虑进去 是不是会增加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 已经超过三十五年了 那么 他的平均值比你后来在工作的数字要高的话 那么大概不会影响 如果低的话 那么你后来挣的钱多 他又会加进去这个因素 所以你就会增加 如果你不满十年的退休金 那个设案金的那个交税的话呢 那么你就不能领取 超过那会 超过了以后呢 每增加的话呢 他会增加他的平均值 因为三十五年的最高的平均值 所以呢 更会影响 如果你说是不超过 那个三十五年 刚超过十年 那么明显是会有影响的 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讨论到这个地方 今天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 这个时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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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